纽吹来曲线管理挑战赛 8月5号、6号举行了第三题次报名 来自各地的直销商伙伴 到各大体验中心 量身高体重、拍照存档 完成了报名手续 那么有不少年轻伙伴还不到30岁就身材走样咯 但这次为了拿到6000元电子产品抵用券 大家都拟定了作战计划 希望能靠着均衡饮食和增加运动量 一定要在8周的时间内成功做好曲线管理 我要瘦我的肚子 我要任余线 然后削掉我的鱼肚 你们代理是 瘦到不要不要的 小外伙伴明明就很年轻 这次一起组队参加第三题次扭催来曲线管理挑战赛 就是为了抢救走样的身材 镜头往下看 25岁的黄志宇肚子圆滚滚 鱼肚根本藏不住 我是因为压力变大压力变胖 就是想说因为压力就会想要多吃 吃一次就肚子就出来了 还有27岁的陈湘文 因为怀孕体重飙到70公斤 但生完宝宝之后 还是无法恢复窈窕的身材 看看手机照片 是之前的她还拥有少女的曲线 现在都已经生完了 但将近40寸的腰围 看起来却还像是个孕妇 所以她下定决心 这一次一定要让自己焕然一新 我想要去跑步 去爬山 然后还有补充营养 多喝水 把握最后一次的报名机会 伙伴们填完报名表之后 还要当场量身高体重跟体质率 看看八周之后能不能成功打标 接着还要拍照存档 完成报名程序也宣告八周的战斗正式开始 伙伴们立定目标 区县管理比赛一定要赢 有 我有幸运成为18岁 我想要消灭我的大肚子 要让人家叫我人鱼线 不要叫我鱼线 想要拥有18岁的好身材 可不能说说而已 作战计划是一定要的 快走然后慢慢的跑步 然后再做一些有氧跟肌力训练 那这次最想要拿到什么样的赠品的 当然目标我们6000电子迪控券 这是我们最想要的 只要八周之后 团队中每个人体重减少6公斤 体质率减少3% 每个人都能拿到6000元的抵用券 还能参加抽奖 有机会来一趟东北亚游轮之旅 而在报名之后 大家也在拍照区忍不住玩了起来 来一二三 我要当行男受到八块鸡 我八周后一定要让我的肚子消失 然后穿上美美的比基尼 那这六块鸡某男跟比基尼女郎的背板 希望八周之后能成为城市最美的风景线 安丽新闻先安林博元桃源报导